而国民党的花莲县玉里镇长候选人龚文俊投票日是全家出动 他的妻子呢更是身穿鲜艳大红色和龚文俊一起投票 龚文俊说现在就是用愉快的心情面对最后结果 国民党花莲县玉里镇长候选人龚文俊投票日当天全家出动 妻子更是身穿鲜艳的大红色与龚文俊一起来投票 龚文俊说现在是用愉快的心情来面对最后的结果 能会总干事出身也担任过花莲县议员与玉里镇长的龚文俊资历完整 尤其对如何为全台最大道政找回竞争力 更具体提出包括医疗神级 新旧建设连接与传统产业再创新 你们平常对于就是说乡镇的发展跟成长 那这一票是决定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 所以也请各位一定要勇业的出来投票 无论是延续家族政治生命还是老将回国力拼再次翻转 如何争取地方最大认同将是这一次激烈选情的决战关键 记者高雄雄玉里镇采访报道